TikTok Audio BD-909 那BD-909跟BD-808一样 是TikTok Audio副科 楼冷经典的鼓机TR-909里面的 Bass Drunk 也就是大鼓 那它比808系列不同地方在于 可以看到它的操控音色的项目多了一倍 它的CV也除了Gate跟重拍以外呢 多了Pitch以及Overload就是Overdrive的CV 所以让它可以做出更多的动态 更多不一样的声音 那首先我们来听听看 一开始打开909的时候 它声音是非常扁平的 只有骨皮的声音 在Attack 的部分呢 可以更改这个骨皮的音量 以及音色 而Decay 则可以拉出它整个Body的长度 下半方下半部分 Dim的部分呢 一样有Attack跟Decay 可以调整一般电子大鼓这种Gin的音色的感觉 那这个Attack 一样它感觉不像是一般的ADSR的Attack 而是这个Tune 要冲出去的Pitch的量 所以就有Pitch的量跟Emulet的Decay 所以这个Attack越多你会听到这个Dune的声音会越明显 而Decay 则可以听到这个Pitch的音色的效果变得比较短 而Decay越短呢 则可以听到这个Pitch的音色呢 于是呢 最后就只剩下我们的CV 增加重拍 可以利用上面的这个重拍去调整 有重拍跟没有重拍的彼此的音量的差异 我们增加一点Pitch的差异 以及Overdrive的差异 这就是T-Top Audio BD-909